整个机器狼作战分队分成几个作战平台 侦察探测机器狼是头狼 负责收集目标信息并且回传侦察图像 精准打击的机器狼是射手 挂在步枪翻山月嶺不在华下 综合保障机器狼是辅助 可以自动跟随 一次可以运载20公斤物资和弹药 机器狼作战分队可以在复杂地形配合战士作战 他们可以替代士兵和军犬 减少战斗伤亡 航战期间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葵多款新式武器装备重绑亮相 参展装备总数超过220项 60几项的产品首次参展 全方位展示我国陆军外贸武器装备发展最高水平 最新突破 最前缘成果 共州电视编辑报道